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說說 美國連台灣都玩,想逼台灣的芯片廠搬離寶島 另外,台灣的台積電很慘,被蘋果不斷夾 iPhone新機,一機兩芯用兩種不同的芯片大力壓格 美國開始向台灣的芯片巨頭台積電開刀 美國財政部部長耶倫在當地時間9月22日表示 台灣在芯片方面的領先地位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耶倫出席大西洋月刊的年度活動的時候 講到美國經濟、通脹、供應鏈等問題 耶倫說,如果美國過度依賴那些地緣政治關係緊張的地區 就會面臨安全威脅 他以芯片為例,說台灣是世界上最先進芯片的唯一來源地 起他看上來,這是一種彈性風險,也是美國的國家安全風險 耶倫還說,美國在稀土、太陽能電池品等方面 太依賴中國大陸 但是他認為美國要時事自給自足,親力親為 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美國希望在全球經濟中保持貿易利益 同時擁有多個供應來源 正如美國今年初遇到的奶粉荒 美國國內的產能受到嚴重衝擊的時候 能夠與值得信任的夥伴合作 耶倫這樣說,其實是指那些 跟中國供應戀脫歐的問題 大西洋月刊也有同時刊登了耶倫的署名文章 提到美國在新冠疫情期間芯片供應鏈的脆弱 耶倫說,但在2021年芯片短缺 就導致美國損失2400億美元 汽車行業減產數百萬兩 耶倫說,芯片行業的特點是有極度集中的風險 截至去年,全球最先進的芯片製造業 幾乎都是在一個東亞經濟體台灣手上 沒有與其他國家需要安全和可靠的芯片供應鏈 事實上,這並不是美國官員首次把台灣芯片產業 與美國國家安全聯繫起來 今年7月,美國商務部長雷夢多發出類似的警告 說美國嚴重依賴海外芯片製造商 90%的尖端芯片從台灣買賣 造成國家安全風險 夜經下週評論今年7月刊文指出 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都在台灣島內生產 美國政府仲似芯片過度依賴台灣的問題 擔心地緣政治的不穩定性會增加全球供應鏈的風險 近年來美國軟硬兼施要求台積電等台灣企業赴美建廠 但從實際行動來看,島內的企業並不願意完全按照美國的要求行事 日經的文章說,造成上述的問題一方面是因為成本所致 台積電創辦張忠謀今年4月曾經說 美國製造的成本令人卻步 在美國製造芯片的成本比台灣貴50% 因此美國增加芯片產能的努力 是徒勞的、浪費的、而且是昂貴的 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地緣政治的因素 日經的文章說,台灣當局的所謂外交現在幾乎完全依賴美國 在這種情況之下,台灣當局唯一能夠跟美國對等談判的底牌就是芯片 如果連芯片都全盤對美國作出讓步、拱手相讓的話 台灣就沒有外交底牌了 美國要摘下巨資,促使芯片業回歸 8月9日,美國總統拜登就簽署了2022年芯片與科技法案 這條芯片法案只在通過巨額的產業補貼 和壓制競爭的霸道條款 推動芯片製造業回流美國本土 涉及資金規模高達2800億 華盛領郵報說,這條芯片專案將於美國歷史上 聯邦政府負責數額最大的公用發展項目之一 可以這樣總結 第一,台積電佔全球先進芯片代工的50% 而美國90%的尖端芯片都是從台灣那裏買回來 按道理,台灣不會拒絕買芯片給美國 美國之所以認為是國家安全問題 是假定萬一中國大陸修復台灣 就會倒過來卡住美國芯片供應的頸 這也是在側面反映,美國根本是無心或無力去保護台灣 第二,美國的應對方法是軟硬兼施 一方面推芯片法案,拿出補貼,叫人去美國撤廠 另一方面就是向當地政府施壓,要他們就範 佩洛西訪台去參觀台積電就有這個意思 第三,美國未來會不斷施重壓 要台積電將工廠搬離開台灣 而台積電現在是一間公司撐在台灣經濟半邊 逼走台積電,台灣的經濟就會進一步空心化 另一方面,台積電也面對很大的經營壓力 而壓力是來自它最大的美國客仔,蘋果公司 在芯片代工的行業,越是先進製程的芯片越貴 因此越要付費的客戶就越少 蘋果作為當前市場上付費能力最強的客戶 台積電最先進製程的芯片 幾乎都是為蘋果度身訂製的 如果連蘋果都開始不用這些高端芯片 其他客戶就更加難找到了 新日代蘋果手機上市 iPhone 14 Pro 有一些先進的功能 例如從流海的螢幕變成為 弱軟型的滑孔屏幕設計動態度 但這些新功能 在售價便宜2000元的iPhone 14 上面 就找不到了 另外一大量iPhone 14 手機的黃牛黨 都大碳炒通了 蘋果拉開兩個版本功能的小擺器 不是重點 蘋果CEO附黑的刀法之精 更體現在 在兩個iPhone版本的芯片之上 蘋果最新的A16芯片 只有Pro和Pro Max iPhone 14和14 Max 就沿用上一代的A15芯片 為何要將這一刀斬在芯片之上呢? 很可能有兩個原因 第一,消費地址產品市場寒冬以致 蘋果也面臨很大的成本壓力 芯片就是手機裡最貴的零部件之一 在芯片上斬刀 降低成本效果十分明顯 兩個版本售價不同 普通版就等於降價了 普通版較低的價格 必然可以吸引到更多潛在的消費者 繼續擴大蘋果手機市場的份額 其次 蘋果普通版用的A15芯片 採用台積電的5納米製程 已經足夠應付大部分的場景 普通版本MAX用的A16 4納米製程芯片 其實沒有帶來明顯的效率提升 由於今年新一代的芯片效率提升微弱 蘋果在發表上面 講A16系列的芯片 已經靜靜地將對比對象 不是選擇上一代的A15芯片 而是選擇與三年前的A13芯片比較 但尷尬的是 A16系列的芯片 即使與三年前的芯片相比 性能提升幅度也不到40% 次程人士分析 未來蘋果只要在最高端的機型 才會用最高端的芯片 簡而言之 一代兩個版本 用不同的芯片的雙芯戰略 已經是未來蘋果的發展方向 這樣就變相 令普通版可以便宜一點 另外 在雙芯戰略之下 最焦慮的 不一定是其他手機品牌 反而是蘋果獨家芯片代工廠 台積電 首先 iPhone14的同系雙芯策略 將它直接影響台積電的收入 無論普通版的iPhone14系列 消量戰比有多少 它使用的是 台積電比較成熟的製程5納米芯片 利潤自然比 全系列都用先進製程的4納米芯片 少了一大截 在芯片代工行業 越是先進製程越貴 因此 願意付費的客戶就越少 蘋果作為當前市場 付費能力最強的客戶 台積電最先進製程的芯片 幾乎都是為蘋果度身訂造的 如果連蘋果都用不起 其他客戶就更難用了 其次 除了先進製程芯片 效率紅利減少 將它影響手機廠商客戶 購買的意願 繼而影響台積電的未來 對於越來越昂貴的製程 和越來越少的性能提升 台積電都會擔心 如果連蘋果都做不到 最先進製程芯片的接盤盒 自己應該怎麼辦呢? 台積電這芯片巨企 它的成功秘笈本質 就是研發最先進的製程芯片 在別人追上自己之前 賺大量的差價 而台積電的無利極深 除了抵銷巨額的研發成本之外 還可以大賺厚利 但是如今 這個預算盤打不響了 這個循環開始打破 因為蘋果這個大客 也開始不願意做 最高端芯片的全面接盤盒 台積電 由盛轉需的日子 可能很快就到了 相反 內地的中芯 專攻成熟製程的芯片 這些芯片無利較低 但是它又逐步形成壟斷 反而長做長有 另外我想說一下 特區政府9月23日公佈 入境檢疫安排 由3加4一步改到0加3 主要的措施是 入境下抵抗之後 接受核酸檢測 就不用等結果 可以直接走 回家或者酒店 進行三日的醫學監測 期間可以外出 可以上班 但是不可以入食肆、酒吧等地方 由第4日開始 就進行三日的自行監測 那時開始就可以去食肆酒吧了 新政策的影響 主要有幾個方面 第一 天性開始向經濟發展傾斜 史上有支持嚴厲抗疫的人 也有支持寬鬆抗疫的人 後者 除了從自由的角度出發 也有很多擔心抗疫兩年 令經濟捱不住 新政策 顯示政府的決策天稱 開始向經濟發展傾斜 明顯受到支持寬鬆抗疫者歡迎 第二 未來還可能再放寬 0加3的新政策 如果實行順利 政府未來可能會實施0加0入境政策 即是說 連醫學監測都不用了 第三 不接種疫苗者 就真的要自求多福了 即使未來海外疫情增加 特區政府也盡量不想開道車 市民就要靠打針保護自己 香港現在的疫苗接種率 比年初已經大大提高 打了三針的市民 從年初的時候不到10% 現在已經有77% 但最大問題是長者 他們是最容易感染 和最容易患重症的 如果這些人一針都未打 風險就很大了 現在 60至69歲 有11.4萬人 一針都未打 70至79歲 就有9.7萬人 80歲以上的就有11.5萬人 在香港逐步開放的時候 這32.6萬人 是60歲以上 一針都未打的長者 他們就十分高風險了 真是要好自為之 另外 我在石頭台的時事快評 會說南韓總統尹錫月 最近和美國總統拜登 有一個48秒的會晤 但是大家會面 拍完照之後 尹錫月離開的時候 就爆粗 罵美國議員 被人拍下播出街 到底是意外還是有意呢 另外 在石頭台的小岸風雲節目 我要講一下 1972年 美國總統尼克遜訪華之後 為什麼教了很多年 中美私事正式建交呢 當年中美蘇談判的互動 中國面對的國際形勢 原來和現在的中美俄博弈 有很多驚人相似的地方 歡迎大家到石頭台 免費試看 大家好 跟大家介紹一下 巴士的步石頭台已經優化了iOS的app 改善當網速慢的時候 有時會遇到的播放問題 石頭台有很多你有興趣知道的話題和知識 其他媒體很少說的 我們希望石頭台是你的大腦營養補充品 石頭台歡迎全球的觀眾訂閱 希望你也支持巴士的步 訂閱石頭台 訂戶可以看到我李童、盧永雄 還有巴士的步的團隊 和其他名家的獨家內容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的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頭台 瀏覽石頭台內容介紹 和免費試看一些精選節目 除了網上版的石頭台之外 你還可以安裝石頭台iOS 或是Android的app去收看 謝謝大家支持